假如世界末日来临 但你身边只有台三档神车里最便宜的麦克伦P1 和它的车钥匙 你该如何将它开走 首先想开走它 你的心态一定得好 因为这车当年最高吵了1800W 现在也就是它临头的价格 其次这个钥匙一定得反着呢 又有碳纤维又有大logo 不然谁知道这是这把麦克伦的车钥匙 如何开P1的车门 当你看不到门把手的时候 不要慌 把手伸进去 顺着摸 会摸到一个按键 你拉就可以了 这里你一定要注意 这台P1和你家的麦克伦一样 车门的开合角度是固定的 所以停车时候 千万不要碰到你邻居家的度假厅 如何优雅地坐进P1 如果你的小姐姐一定记住那八字 千万不要走 千万不要走 然后坐下去 一靠 记住千万不要碰到头 你过不来了 我这个上车姿势好像不对 大家不要提 坐进车内 兄弟们记住 就算你开火箭 也得先计安全带 现在我就来启动这台P1 关闭车门 不知道怎么还拉不到呢 这样就可能 我们先找一下这个启动点 左边也没有 右边也没有 开启动台上也没有 原来在这里 立马启动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浪 3 2 1 别觉得这条视频跟你没关系 烧烧它说明你离开P1不远了 赶紧按着你身边开车 我现在就把这台当年落地300多的迈凯伦车漆给铲掉 我真的受够了迈凯伦轮 这台MP4是我们刚刚才收回来的 但由于这个年份比较久远 这个原来的透明车衣已经明显的泛黄了 当我们把膜撕下来之后呢 又发现和上个月我开过那台紫色迈凯伦 相同的问题 就是车漆上明显的起泡 但是呢当我用了一刮的时候呢 并没有任何补漆或做膩子的痕迹 就是纯纯的铝合金在里面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 原厂车漆就氧化了 兄弟们 这也是我第二次遇到这个情况 这个车漆也不是人为的 就是原厂质量问题 这个车漆被氧化掉了 只能重新喷漆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更尴尬的是 我们把这台车送去4S店 4S店跟我说 因为这个是MSO定制车漆 当时花了七八万 但年代久远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个颜色 可以帮我们上了 那我们就把车拉到外面的修理厂 外面修理厂说也没有 要从国外去定原色母 那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车 我们不可能这样去交给下一个客户 对不对 麦凯伦 我理解你 厂家比较小 产量跟不上来 车会有些小瑕疵 我都能理解 但是呢作为消费者 希望麦凯伦厂家 你们能把车的质量做得更好一些 像我买了这台车 你连车漆都没有 劳斯莱斯宾利 都是如何收进我们店里的 我们今天来到杭州 宾江的收一台 宾利GT4.0 V8的 刚刚到车主这里 现在打电话了 让他下来 他在1号楼那边 给我们走返 一共在我们后面 现在黑车前面吧 行 行那个地方是吧 黑车前面已经 哎 你好 你好 车主出国了是吧 这车况怎么样现在 车划过 然后做个公司 这个测机板是吧 刮到墙了 那边也刮了是吧 那边好像是刮到公交车吧 17年6月份上牌的 这是一手车是吧 一手车 26000公里 你们老板娘是做电商的吗 还是 电商只是我们 做门的 进出口 物流 做服装的 有没有男装啊 高点衣服给我穿一下 只有女装 啊 只有女装 真正的一手女车主 四级轻大佬 车主他也不换车了 就是把这个车除掉了 嗯 直接卖了 他换什么车吧 性感觉要 反正就是买的最好那个吧 他喜欢那个绿 他觉得那个太淘汰了 这个车呢 配置比我想到要低很多 没有菱形格 也没有皮顶 总的来说比较偏低 车矿的话也没有我想的好 来之前没有跟我说 左右叶子板有喷漆 前杠还拆过 而且这个车主的心理预期比较高 所以再看看吧 结实这样的 车呢我们也是诚心想买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差一点多 你们那么不多少 175 如果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拿掉了 175真不行 小兄弟啊 我交不了差 所以我上次178没卖 我卖175 他以为这个几万块再被我车了 没有没有 稍微再让你 看看能不能行 178我就给他问一下 真的有点太高了 你就是公司车座 真的太高了 我们也打个电话 转量一下 稍等一下好吗 最担心碰到有中间人呢 尤其是像这种 帮老板买车的 因为老板给你扔个数字 我就要卖一个价格 如果低于这个价格 下面人不好做事 搞得就很尴尬 肯定不可能 这时候我们哪会也能飙183啊 两个年 两个年搞得拼好吗 2年5个年 2年5个年 是 等一下我再去最后的尝试一下 刚从南宁又拉回来 外白内红的最经典配置的458 正好昨天我会收回来的488 接下来把这458 才更适合买 兄弟你觉得这两个车哪再更好看 我觉得488好看 458呢 它的前盖两个线条是凹陷进去 那488呢 两条更明显的线条是凸出来的 整个488看起来呢 我更认为是更凶坏一点了 可以明显的看到 488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 进气风口在这里 但我对这个设计不是很理解 488呢 这个腰线 侧面的线条是更加柔和 一直到车尾 488呢 是两根很粗的排气口方边 而458呢 是三根排气口方边 就是玩那个赛车游记的时候 这个氮气你知道吗 更加集中 感觉那个火 碰一下 就可以吞飞起来的那种感觉 总而来说呢 外观的话我们会选择458 你们怎么选 488跟488的声浪 蛮好听的 我们先来试一下 来兄弟 488先勾起来 涡轮这样的声音 看看自吸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顺覆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458内饰 坐进去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低沉 就是像TD飞行一样的那种感觉 而488呢 整个内饰啊 科技感会更强一些 视野 感觉是比458是会好一些的 那说到保值率 是我粉丝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到底哪个车更保值 458呢 作为最后一代自吸呢 它总是有它的特殊之处 这一点是 488根本是无法代替 458的话 现在基本上已经跌到一个底股了 它再降也不会怎么降了 它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趋势 但是488呢 因为是比较轻垮 它折损空间会比458还是要大一些 兄弟们 你们会选开起来比较舒服 但是又大马力的488呢 还是开起来感觉有点危险 经典时候经典458呢 麦肯伦卡在板针上下不来 是怎么回事啊 我弟过来过来 这打不着火了是吧 之前收的720s 570s都有相同的情况 把那个油门踩深一点 我踩到底了 没用 要是干油门 我锁都锁不上现在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摇人过来 林哥哥 很尴尬 我视频拍到一半 准备卸下来的时候 打不着 变得松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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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象 昨天我装满车 走什么样 就是撬门的 今天就发现一个小诀窍 如果你麦克伦打不开的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钥匙松动了 并不是车的问题 我差点就开始喷到了 这台末日涂装麦克伦 我们刚刚从宣传落完户拉过来 顺便讲一下我们的过户的这个手续 现在国武的车子呢 在杭州最江那边是没有办法落户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一般都是把车子 发到其他国武地区 关户之后再拉回杭州 这样的话我们的车子 就可以卖到别的国武地区了 国武的车怎么在杭州可以开 其实你只要避掉这个现行的时间 杭州一般是早上7到9 晚上4点半到7点半 比如说你晚上去夜店啊 或者说和小姐姐出去吃饭 其实白天的时候 这种车一般也不会太开了 问题不是很大 那我现在把这个车子看一下 这个车呢 上次一车没来意想 上面有科比和他女儿的名字 二二十四二十 大家知道代表什么吗 收到的评论去打算 十分钟前刚收回来的奔驰记地 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小东西 在我收二手车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车里有一些 车主没有拿走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这台车里面 有什么好玩的小玩意儿 这车主不知道为什么 车里有那么多卫生主 下次大家卖车给我的时候 稍微把车里收拾一下好不好 这车主啊 非常喜欢碳纤维 把这个侧裙啊 全包围自己换了一套 碳纤维的前裙 大家觉得这改的怎么样 包括这个轮毂两万多 他自己换了一套 看一下后座 过去啊 这怎么有个安全帽在这 这车主不会真的是帮助一下吧 柏林之声的影响 碳纤维内饰 AMG座椅 这还有一些棉被啊 夏天怎么有棉被 而且这个车主是不是睡在车里面啊 我的天哪 基地50的话 这个大尾仪是可以加装的 后唇也改了一个碳纤维 看一下后备箱 过去 过去 找一个枕头啊 胶鞋 这车主是干啥的呀 哈哈 还有袜子 那你来给你了 鸡尖加袜子 感觉味道应该很不错 我们这样吧 等下联系一下车主 看看这些东西哪些他要 或者不要的 给他收起来 那基地50这个仙被 是非常大的 他的同级杯竞程对手呢 是这个帕美和奥迪的SC D50现在是 比较畅销的一个车主 还有把扇子 天气清冷 有你有我 希望这个台风赶快过去 大家来猜一下 这个车主到底是干啥的好不好 太难的 这个难的难的 今天早上很高兴 刚刚收到这个 黑五式车漆的奥迪28 那边还来了一台 黑五式车漆的C93 师傅在这个台风天气 冒着大雨 从河北把车给送过来 对师傅点个赞 我们现在把这个车 卸下来看一下 将近300个 你是会放银行 还是会买辆奥迪 这个新款2021的28 现在全国也就这么一台车 因为现在有新原因 然后车一直过不来 那台是我们昨天晚上 才收回来的大机 店里一共有七八台大机 我现在是不是全国 因为大机最多的男人 大中之大 全新款的R8 跟老款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看这个前脸 这个重网改成六边形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进气格栅 但是你仔细看 这全是塑料的 包括这个旁边也是 有白塑料的 雷射的灯跟老款是一样的 银黑相线的钻石切割轮毂 这个轮毂是我觉得R8 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个轮毂之一 看到探头沙 这可能就是一大思域的形 然后后面看到这个后杠 依然是塑料的 可以看到这个排气孔 跟拳头一样 哪跟我头一样 这个只是一个照的而已 也是假的兄弟们 423公里 这台车呢 是一个说上歌手的车 它呢是在6月18号才提的车 现在才一个月多一点点 基本上就没怎么开 然后车就不要了 换了台SF90 很多人私信问我 为什么有那么多低公里数的跑车 他们认为是不是调表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 开几百公里 或几千公里就不要了 那同样是300不到价格呢 你是不是选择一台奥迪 还是一台大